大家好 我是FIRSTDAY SACCHA 大家好 我是SACCHA 我買了iPhone 11 Pro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拿到了iPhone 11 Pro 不是說我不敢相信這麼快就拍到 而是不敢相信自己 會去買一個剛上市的手機 就是我不是一個喜新念舊的人 然後我也不是3C米 每次新手機出我都是等到它 會出下一代變很便宜的時候才會去買 我是那種一個東西會用超久 用到它破 用到它爛 壞才會去換的人 像我在用智慧型手機之前的 那個傳統手機 那個日文叫做Yarake 或者是Pakabaka 那種傳統手機 我用那個Sony Ericsson的 大家應該都覺得很還用吧 我用了8年耶 超級厲害的 我這張其實手機用了8年 然後呢真的都被我用到 它外觀的那個七度拉茶 都脫落了 然後它的按鍵 按鈕那個都掉了 但是還可以按這樣子 所以真的 就是我的那個按鍵都掉了 然後內張都跑出來 那時候我就在按它的內張 就是還有反應 我就是用到這種程度才會換的人 那為什麼我一開始會換蘋果呢 那其實我不是一個 一定要買蘋果手機的人 但是因為剛好呢 我有一個又漂亮又美麗 又封角色的好姐姐 那剛好他可能就是看我太窮痠太可憐了 所以它就是 賜於我的一台iPhone 對 就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台智慧型手機之後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很懂這種3C的東西 我就很怕說 我就用了iOS的系統 那我的一些資料 工作很重要的資料 如果萬一換到Android的系統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啊 或者是我自己不太會用 我就不好意思請門市的人幫我用 所以我就變成好像被蘋果綁死了 然後就一直在用蘋果的手機 這樣就不太敢換 那題外話 就是我的人生第一台電腦 到現在都還在用 然後呢也是我那個又溫柔又美麗 又漂亮的姐姐 跟我的非常好的姐夫 他的先生一起送給我的 是Toshiba的電腦 然後也是被我用的 8年到現在都還在用 真的很厲害 但其實那個電腦 現在都已經好會擋機 會自動關機 但是我就是還是很喜歡它 我已經一直在用它 那除了這個 現在在做YouTube 要剪輯的關係 就是我不得已買了Mac的電腦 就是要為了剪輯方便 大家要用推薦Mac這樣子 就那時候今天也是買的好像五萬多 真的超級貴的 所以要不是我這個剪片的需求 不然我就是用我那台戶 或者偷襲包 我就是很滿意的 我就是這種人 那為什麼我這一次會這麼快的 就換iPhone 11 Pro呢 對 原因是因為它的夜拍功能 一開始是最新我的 對那iPhone 11跟iPhone 11 Pro的差別 就在於iPhone 11 Pro就多了一顆 那個變焦的鏡頭這樣子而已 那其實其他地方就沒什麼差別 那我會去買這個手機的原因 是因為對我來說是一種工作的投資 就是我可能有時候去外面拍影片的時候 我就已經帶了一個很大的單眼了 那個是拍動態用的 然後靜態用的相機要拿的話 有時候就會馬步過來 所以我就會希望有一個 會護理生帶的東西 像手機這種 那像是手機的話 就是護理生嘛 所以如果它的相機功能很好的話 我就想說 那是不是可以代替相機使用 這樣子我就很方便 好那講了這麼久 趕快拿出今天的主角 好就是iPhone 11 Pro 哇 看得清楚嗎 就是這一次最熱門的 綠色 然後我覺得它的外殼質感很好 它這邊是對面的 然後呢旁邊是這種亮面的 對 質感很好耶 我覺得這個顏色我覺得很耐看 然後也是這一次這個iPhone 11系列 最熱門的顏色就是綠色 好那今天我們要討論iPhone 11 Pro的店 也有這些 那首先呢 就是要討論他們的優點跟缺點 那優點呢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有說的 那個夜拍功能 它真的變得很厲害 在很暗的地方都可以拍得很亮 就是比肉眼看還要亮的那一種 還有就是多了 就是廣角啊 超廣角 但是講到缺點 就是我有幾點 都覺得真的有點不太習慣 那像是以相機來說的話 超廣角不支援夜拍跟對焦模式 這是一點 然後我覺得使用上 我覺得很不習慣的一點是 而且以前的蘋果的話 就是這樣子往上拉 會有那個選單出來 都對 但它現在變成是這樣 對 可是啊 它這個一定要讓 這樣子斜的滑 然後我覺得很不好滑 常常都會不小心滑到別的 用用我就會覺得 欸為什麼這個 本來從下往上滑東西 才會改成這樣子滑呢 因為以前的話 這樣子單手拿 可以這樣子很輕易的就滑開了 就是滑到這個畫面 但是現在的話 好像就是 一定要雙手勒 因為你就是一隻手 不要拿著這邊 然後你要這樣子滑 它才會出現 重點是就是你沒有滑好 就會出現這個通知中心 那缺點第一點就是真的 太貴了 真的很貴 因為 就像剛剛說的 我就是一個很捨不得 花錢買新的東西 就是 我的那個智障手機 都可以用到八年了 那 這一支那個iPhone C Pro 真的真的很貴耶 那還有就是啊 它的Face ID的功能 聽說它解鎖的速度 真的變快了 是真的蠻快的啊 因為我就是這樣子 然後 它就很快的 已經解鎖了 是真的很快沒錯 但是有發現嗎 它這樣子 就是停在這個畫面耶 因為以前 就我的上一支是 iPhone 8 Plus 就是有那個 指紋辨識功能 就是以前的話 應該是 我的這個指紋辨識 一壓 它就會自動跳到 我的這個左部才對 但是現在 這個Face ID的話 變成這樣子 然後它解鎖了之後啊 你要這樣子 往上再滑 我覺得就是 多了這一道手續的那種感覺 對 我就覺得 欸 那這樣子有指紋 我覺得比較方便啊 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不習慣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 如果你買iPhone 11系列的話 你拿到 可以先設定什麼 那第一個呢 就是你跟我一樣 很懷念 指紋電視的人的話 可以把它的那個 功能叫出來 欸 就是 在這個 輔助使用這邊 然後 進去 輔助觸控 好 那這樣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這樣子點一下 就跳到這個 主畫面這樣子 就是這個小白點 就會有這個 以前的這個 觸控的功用 但是啦 我覺得 又有一個小缺點是 它這個小白點啊 雖然它現在有點隱形 但是它就是會 一直出現在你的螢幕 那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有一點 有一點暗眼 我覺得 在主頁面 還倒無所謂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 很致命的缺點 開給大家看 好 我在播放我們的影片 有發現嗎 就是在播放這個 YouTube影片的時候啊 它還是會在這裡耶 那就是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有一點 礙眼啊 對 我是覺得就看影片的時候 好像可以完全隱形 會更好 那個拍一下手機的外觀 那聽說呢 華為的手機 它就是有做到說 剛剛我把這個叫出來 對不對 但是啦 它的手機是 螢幕整體都可以觸控的 所以就是不用 不用局限在這個小白點 你按哪裡 指紋都可以辨識 那這個就超級方便的 對 那希望那個 蘋果它以後 也可以進化成這樣 因為蘋果它也是有這個技術的 所以我希望它可以之後 改成這樣子 我覺得會更方便 還有建議大家可以設定的是 因為聽說iPhone 11系列的 這個螢幕面板不太一樣 它的面板好像不太適合 長時間一直很明亮的 很強光的 一直讓它顯示螢幕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換手機的話 就是可以把這個啊 螢幕的那個亮度 我覺得就是可以 調比較暗 會比較適合 這是我看到日本的 網絡上面說的 那還有一個是那個True Tone 就是我看很多人都說 螢幕都會整個黃掉 所以我色差不習慣 但是我是從iPhone 8 Press 就很喜歡用True Tone的人 確實它螢幕會有點黃 但是它 我看它的功用它 就是護眼模式 所以我開啟那個模式滑手機 因為就是一天可能就工作上面 會很多的訊息 但是呢就是有幫助 減緩眼睛的皮擾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那個模式 因為它整個就是螢幕滿版的關係啊 這邊這個電池的顯示被擠到這邊了 所以啊它就是沒有寫數字 是剩幾趴這樣子 所以就是只能看到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看數字的幾趴的話 電池要這樣往旁邊滑 然後這邊才會出現 對就是這邊 不像以前一看這邊就知道 是沒有往這邊滑才可以看到 好那再來就是我的上一隻手指 iPhone 8 Plus 跟iPhone 11 Pro的相機測試比對 就是廣角、超廣角 還有人像模式 然後夜拍模式等等這樣子的比較 滿明顯可以看出 這個iPhone 11 Pro 它特別是那個夜拍真的很強 而且它的超廣角是真的可以拍得超廣的 這一點是真的還滿不錯的 但是我有發現就是夜拍模式的話 它的夜拍反而是要在真的超級暗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一點光害的地方 反而是拍得比較漂亮 如果你是在那一種暗的地方 可是它有一點點光的話呢 看起來它的那個顆粒雜眩好像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它的夜拍好像是真的 就是你越暗好像拍得越好的那種感覺 暗暗的可是有一點光的話 它好像反而就是效果沒有那麼強 那再來呢就是要討論到 討論的手機好像有比這個還要更厲害的 就是華碩的珍縫系列 那它好像呢是四五個月前出的 我也是後來買了之後才發現 那我有去就是實體店店玩過 我應該有拍影片到時候可能會再貼在這邊 欸它很厲害它的鏡頭啊 就是會這樣子從這個手機這邊長出來 當初沒有訂這個的話 我應該也會還滿想買內置的 就覺得好像滿厲害的 好那再來最後的結論呢 就是我覺得iPhone 11 Pro CP值來說的話 我真的覺得 其實那個面膠鏡頭啊 對一般人 就是大部分人來說 其實沒有那麼需要欸 所以我覺得CP值最高就是iPhone 11 可以不用買到iPhone 11 Pro 對 iPhone 11就非常夠用了 而且價格就也差很多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買iPhone 11就可以了 那今天我們的測試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看我的不專業開箱 好那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歡迎看看 每天有用中日文在 也是有兩個在做分享資訊 那也請大家公布追蹤 那也別忘了按鈴鐺訂閱頻道喔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手機覺得很好用推薦 或者是你自己要買iPhone 11系列 覺得它哪裡好哪裡不好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